大家好我是紅茶 今天來分享的是 夢里南科搭配魔家四將的陣容 那夢里南科呢現在被改強了 是被暈眩的目標呢可以進行一次的追擊 並且那傷害還不錯 好那話不多說就讓我們來看看 那首先的話左邊的話呢是魔家四將的陣容 那這個是王者的陣容 那你看像是在一開始的時候 象兵暈眩的孫魯班就可以進行一次的追擊 那這個象兵他能暈眩的對象 是步兵和忌兵都有40%的機會 暈眩 所以其實你自帶了40%的暈眩 然後在 比較覺醒區 我覺得其實步兵和忌兵的 出場頻率算是蠻高的 所以這部分的話我會覺得是大大的改強 但是呢 就是現在在上書 上書周末都還沒有開放六神零 所以這個的使用頻率 高不高都還有待之後就是 的觀察 但是在王者區的時候 魔家四將 搭配 那個 夢里南科是真的很好用 給大家參考看看謝謝 我在做小劉等 對 對 那就 對 是